甩起木羊皮鞭 哼着悠扬曲调 老人挡缺桑布用这样的方式守护着祖国的边境 而这一坚持就是近半个世纪的时光 在地处西藏阿里地区中印边境一线的甲岗村 坚持放牧手边一生的老人挡缺桑布 是整个村子的骄傲 近日记者来到了这个风景秀丽的边境村庄时 老人正忙着出门开始新一次的边境巡护 从父亲那一辈算起 这样的传统在这个家庭里已经延续了三代 父亲多次说过 住在边境就必须要把边境守护好 足足备备 一代又一代要做好守边这一件事 在边境还没有设立边防哨所的时期 甲岗村组建了民兵巡逻队 党却桑布的父亲成为第一批报名的人 在党却桑布的印象里 儿时的家里经常只剩下自己和母亲 夜晚时 紧张害怕的情绪成为童年岁月中最深刻的记忆 那时候父亲出去寻边以后 家里就剩下母亲和自己 听说边境有很多强盗 心里很害怕 自己那时候年纪也很小 父亲不在的时候就很紧张 十一岁时 当却桑布开始跟在父亲身后 放牧寻边 如今 一年届六旬的老人 在这片土地上守护了近五十年 这片草原上的每一条路 每一座山和每一个边房哨卡 都成了他再熟悉不过的岁月坐标 当却桑布守护的边境土地 同样也见证了老人这些年里的心情付出 那时候像今天一样 搭个帐篷 支个石头灶 从外面捡柴 取水 夏天可以从外面取水 到冬天 用冰雪融化的水做茶 然后吃点苍巴 以前没有什么条件 基本上都是这么过来的 如今 在当却桑布所在的村庄里 每个农户都居住在独栋独院 设施完善的新居中 新居白墙红瓦 在蓝天白云的庄点下别具风情 放牧手边的这些年 当却桑布同时见证了 所在边境村庄发生的巨大变化 真的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包括老百姓的住房 道路 水 电等 现在都住进了二层小楼 村里会议室设施完备 能看电视 能学习 也有办公室 出去就有绿油油的环境 临近江河 还有道路 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时光流逝 当年黑夜中曾紧张害怕的孩童 如今已年进花甲 放牧手边的接力棒 也交到了挡却桑布下一辈的手中 在挡却桑布看来 一家三代坚持手边的道理很简单 有了边界的稳定 就有了自己幸福的生活 眼前的老人如此说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